美纯总办 等了好久的台中捷运 市营运期间 每天吸引大批人潮 原定11月16号开始 为期一个月的试程 5天后 17号列车出现重大故障 隔天停止市营运 北捷局与川崎重工 11月29号完成全速列车连接器检测 有30个轴心已经是正常 另外6个轴心 有拆卸不下来的问题 特别是拆卸不下来的轴心当中 有一列在近日因为在调度 从维修厂调度到驻车厂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又有类似 第一辆相同的断裂的一个情况 两部轴心断裂的列车 都是日本制 台中市政府要求 从材料 设计 组装 制造 四个层面扩大检测 在日本组装的那一组 是不是有些问题 那也希望北捷能够就系统性的问题 来答复我们 所以我们昨天把报告推回去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 做全面性的一个检测报告 台中捷运公司表示 北捷局原定12月7号要提出 初步调查报告 因为台中市政府要求扩大检测 报告日程将往后延 在安全无语的情况下 才会恢复绿线市盈域 大家喜欢的 台北权料学系 台中报道